嗨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美國運通千丈白金卡 2024年最新完整權益 來囉 然後還有 Priority Pass跟環亞的貴賓 是你只要持有大版 跟你的登記證 其實你就可以免費進出了 但是這只限組卡了 那你如果是去美國 使用的Senture Lounge的話呢 就可以帶兩位親友進去 這個是大版很厲害的 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喔 來到了2024年了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持續分享一些 信用卡的相關資訊 今天呢來跟大家聊的是 美國運通的千丈白金卡 其實這個卡片呢 它在去年的12月25號左右 它就已經公告相關的權益了 先說結論 它基本上沒怎麼說水 所以我覺得應該算是蠻特別的 你可以知道齁 台灣的銀行他們的玩法跟美國 還是其他國家是不太一樣 台灣很喜歡就是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衝高所謂的半卡量 那他們用的做法呢 就是透過行銷預算來衝高卡片回饋 那這個卡片回饋可能是8%10% 但是它東方只走半年到一年 通常第二年就收掉了 所以它就會造成產品的權益 就是第一年很強 但第二年就變廢卡的情況 銀行呢 可以說是樂此不彼 在玩這件事情 那可能唯一的例外就是 美國運通吧 美國運通 當初我還在思考說 它為什麼沒有像其他銀行一樣 就是每年推出一張新卡 然後來吸客人什麼的 我覺得這家銀行 真的超級不上道的 就是一點都不像台灣的 這些信用卡業者這樣子 那我到現在才懂 因為它不隨波逐流 它也不運氣起舞 所以它能夠跟其他銀行不一樣 比如說 它的優惠就是一年公布一次 它不需要每半年 每一季在那邊修正權益 它唯一有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某一家餐廳倒了 所以它就只好發公告說 我們沒有合作了 因為它已經沒有營業了 這樣這種情形 或者是去年比較特別是 10月的時候 它有曾經公告說 它們的華航兌換里程 即將在12月到期 所以它也是兩個月前 就廣告讓大家有時間 可以去累積里程 跟把這個積分兌換掉這樣子 但除此之外 它其實沒有那種 所謂的大起大落的情形 那接下來我們看 這個2024年它的權益 我覺得比較令人窩心的是 兩人五折的權益 它其實只有把 君越的茶院給拿掉 君越的茶院 其實我們有做過節目分享 就是素食的吃到飽 但是非常的難吃 所以我去吃一次我就不再吃了 所以它拿掉我真的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也不想要做任何的解說或介紹 因為我是吃素的 但是我就是不喜歡 它就是不好吃 所以它拿掉我真的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就覺得好啊 太好了 那它後來換什麼呢 它換的是美福飯店裡面的四樓 它有一個noach bar 這個noach bar叫做park night 台北 這基本上就是讓你在那邊喝酒 然後呢就是一杯酒 就是五折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算是還不錯 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新增一些蠻有趣的餐廳 比如說新竹國賓有一個八方會西餐廳 或者是和學女多的一個front site 然後台中禮方愛美酒店 叫做新食譜全日餐廳 還有成衣酒店的二六日全食餐廳 這些呢是少數新增的一些餐廳啦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看下來 大百我最常用的是什麼 Robbins牛排屋鐵板燒 三番本家 然後精華萱跟玻璃廳 那故宮精華我也偶爾也會去吃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常去的 就是君月的漂亮廣室跟ZIGZAGA 然後還有凱飛屋的部分 所以這些通通都保留了 我就覺得嗯還不錯 還可以用這樣子 但你可能會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餐廳其實也不是什麼 頂級超厲害的餐廳啊 一天到晚去吃這些餐廳 不是早就膩了嗎 的確有這種可能 所以這時候我就要搭配 其他的頂級卡 比如說國賓世界卡 或者是永風永傳卡 那個未來拿到的話 就是再跟大家分享 這些卡片呢 它其實也有一些不同的 這個頂級餐廳 那我其實搭配起來呢 我一整年會滿豐富的 我就不用全部都吃大百的餐廳 一個優惠 但至少這張卡片可以保證 我想吃的時候 可以有兩人五折 兩人五折我覺得是CP值最高的 那至於那個什麼美食優惠 八五折我覺得都算了 因為八五折的優惠 就跟其他信用卡給的優惠一樣 加個十%下去 其實你只有省五% 我覺得一點意思都沒有 所以這種八五折的優惠 其實我是不會去吃的 就算是米其林餐廳 或者是文華東方 它八五折我覺得 都還是不值得去吃 因為實在太貴了 那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 就是所謂的五星飯店 每晚3300這個部分 那這一次呢 其實就有滿顯著的縮水 比如說大家最喜歡的 居越酒店 然後還有台北喜來登 就取消掉了 滿可惜的 然後還有台中日月遷徙也沒了 但是呢 它還是有新增一些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一些飯店 比如說台北汉萊大飯店 新北新庄 凯越嘉賓一圈酒店 然後還有桃園喜來登 新竹伊卜索酒店 台中禮方愛美酒店 跟台南大園皇冠酒店 還有傑斯旅台南虎山館 它還是有做一些 新的合作對象加入 還有像Hotel Cozy 和一飯店 這是國泰集團裡面的 幾乎都有簽進來 這個算是對於常常使用 一個晚上3300的人來講 可以使用的選擇變多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只局限在 去年的這些固定的飯店 如果你是北中男 都到處跑的話呢 或者你週末的時候 就會常常在 台灣四處的酒店 去流連忘返的話呢 那這張卡片真的是還不錯 那對於我來講的話 我去年用最多的 其實是均越 還有精華 還有老一大酒店 去叫的原因是因為 我爸媽來台北 所以我就幫他們做check in 然後讓他們入住這樣子 那當然也都有跟櫃台講說 我是帶爸媽來住 他們都知道 所以你只要是正常的 使用情況之下 其實這都完全沒有去問題 但如果你是個人check in之後 然後你就賣給別人的話 我覺得就會比較有問題 雖然說美國運通找不到 但是我還是不鼓勵這樣的情形 因為越來越多人 去濫用這個權益 其實就會有越來越多的 酒店飯店被收掉了 均越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但如果你是正常使用者的話呢 你其實不用擔心 你還是可以 依規則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一些不錯的優惠 比如說頂級的酒店的 免費房型升等 那甚至像三大酒店集團的 這個會集 萬豪 希爾頓跟立生 這些你只要持有大白之後呢 你就可以線上申請 他就可以幫你做這個會集的match 那match到之後呢 你只要持有大白 你就是終生的金卡 這就是他免費送你一個會集 如果你停卡的話呢 就沒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有希爾頓金卡 跟萬豪金卡已經有兩三年了 就是因為我還持有大白的關係 所以這點也是還不錯 那飛行鯉魚的部分 像Centrian Lounge 這個美國運通自己經營的機場貴賓室 最主要是在美國 然後還有這個Priority Pass 跟環亞的貴賓室 你只要持有大白 跟你的登機證 其實你就可以免費進出了 但是這是紙線主卡人 那你如果是去美國使用的 Centrian Lounge的話呢 就可以帶兩位親友進去 這個是大白很厲害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PP卡跟這個環亞的話 就不行了 如果你常常出國的話呢 他一年送你四次的機場接送 你只要有刷全額機票 或是八成以上的團費 沒有說金額 你就可以在系統上面直接叫車 還不錯 算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你是常常開車去機場的話呢 他其實也有這個機場外圍停車 全點不限次數 不限天數的免費停車優惠 這個也是蠻好的 除此之外呢 還有什麼 像白金專屬的健身優惠 你會不會常常去健身房 他們今年多了一個 台北美麗信花園酒店的 活力健身房俱樂部 你只要每個月 就是線上做登錄之後呢 就可以去使用 一個人一個月可以用四次 但是如果你一整年 都沒有去用的話呢 你可以在第二年談年費的時候 問說有沒有什麼折底 像我的話 我談到了offer 這個retentionoffer就是 五千刷卡金 或者是兩萬五千積分 那你覺得 燕哥要選哪一個比較好 傻子大 你是選兩萬五千積分 兩萬五千積分 如果你把它拿來換 長榮里程0.5來算 就是一萬兩千五耶 三萬六千%扣掉一萬兩千五 那你不是四年的年費 大概只剩兩萬五而已 這兩萬五的這個需求 你其實多住幾次 多吃幾次 你就會吃回來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 蠻划算的一個選擇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自己有健身房 但是都不會去這些 五星飯店健身房的人 你可以在出年費的時候 跟他們討論一下 也許有機會 可以拿到這樣子的offer 但是這個東西 每年都不一樣 所以也不見得說一定拿得到 所以就提供給你參考 我們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沒有講 就是這張卡片 2023年第一季 到底有什麼手刷里 這次的手刷里 其實又做了升級 跟之前不一樣 之前的話 就是只有給 一萬五刷卡金 再加上五萬積分 二則一而已 但今年呢 第一季它就升級到了 就是兩萬刷卡金 或六萬積分 六萬積分 以長榮 0.5元一例來講 它就是三萬塊 左右的現金價值 所以我請你 一定要選 六萬積分 六萬積分 基本上是比較好的 但基本上 它有一個門檻 就是你繳交年費之後 任刷一筆 你就可以拿到 好理二則一 就是一萬五刷卡金 或者是五萬積分 但是呢 你想要再多拿 額外的五千刷卡金 或者是一萬積分 你就得多刷三十萬 真的三十萬有一點難 但是你必須要在 三個月之內刷到 等於是每個月都刷 十萬十萬十萬嘛 但我發現有一個方式 是可以解任務的 我覺得很不錯 你如果平常拿去 買MOMO或PC Home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我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之前有介紹過 海外的慈善平台 就是Kiva 其實你把錢呢 從Kiva裡面呢 就是刷每個月通卡 是完全可以過關的 因為我刷過了 然後呢 這個錢呢 它可能會在半年之後呢 有那些窮苦人家的年輕人 會回來給你 那你就可以提回來了 但是它中間 還是會有這個手續費 比如說每個月通 會收2%的海外交易手續費 那你如果透過玉山 把錢吸回來的話 會再收2.5% 所以就是4.5% 所以我覺得 你是正常消費 三十萬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 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你透過Kiva 但是會被收手續費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衡量 但是對於我來講的話 那就努力刷三十萬囉 最簡單 所以我覺得 今年的手刷禮 其實來到了2萬刷卡金 或者是6萬積分 其實也算是蠻不錯的 那縱觀今年 2024年 美國運通千帳白金卡的權益呢 其實我有稍微看一下 網路上面大家的討論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其實很爛 因為那個 君越住房沒了 然後台北喜來登也沒了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必然的狀況 很多的產品 要推出的時候 一定是最好 然後它會慢慢的 就是幅度 就是慢慢的縮水 縮減 到某一個時間點呢 它可能又會再 稍微加碼回來了 那我覺得2024年 其實有點類似是 這種回光繁盛 不是快死掉了 而是它稍微又把一些權益 嫁回來了 比如說它的新护理也不錯 然後我最常去吃的 這些飯店餐廳 其實都有保留 那住宿的部分 雖然說少了君越 跟台北喜來登 很可惜 但是至少我還是有精華可以住啊 很多人也會靠北講說 越來越多人持有大白 那個精華 你基本上2024年的5跟6都沒有了 那怎麼辦 可能就要提早預定 不然的話呢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 再多增加一些名額嘛 但也許生多周少 這是無可避免的 那就希望他們可以多開發一些 不同的飯店 讓大家可以去體驗 不過就我自己目前的體驗來講 精華的確還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我也喜歡去吃他的鐵板燒啊 然後他的玻璃廳 其實CP值都蠻高 所以這個大家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想要上車的話呢 我們本團還是一樣的MGM 跟去年都一樣 跟團申請大白的話呢 你可以拿2000積分 或者是500刷卡金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如果是小白的話呢 我們就送你的是500積分 或者是100刷卡金 這個東西你也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其他的話像長白的話 跟大白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的申請門檻 都是要年收200萬 那如果你是長榮千丈金卡的話呢 他其實跟小白是一樣的 所以你一樣可以拿到的是 500積分 或者是100刷卡金加碼 我們會根據就是 美國運通每一季 他們自己更新的這個MGM的產品權益 我來做我的活動調整 所以這個活動呢 目前應該是會走到3月31號 只要他沒有縮水 我就會持續這樣辦 如果他縮水了 我就會做調整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如果覺得現在的好康好 而且你有能力辦下來 你也想要辦卡出來爽出來使用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是即早上車 然後即早零回饋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這張卡片最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FHR 很多人在網路上也都要討論 評價非常良極 就是使用這個Find Hotels and Results的優惠 到底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你真的是 就是你要去看 像我去年我使用的是韓國首爾的四季酒店 其實他的服務就很好 而且我覺得也沒有太貴 那今年呢 2024年我特別使用的是在曼谷 曼谷的華爾道夫集團呢 我有住兩天6月178 這一次的費用大概是2.5萬左右 但是他官網售價大概就是9000到1萬台幣 所以你住兩個晚上就是多了一點點 但是我還有一些額外的一些優惠 比如說你可以提早入住 然後延遲退房還有房型升等 房型升等這一塊呢 我個人覺得他可能就可以把那個價差給追回來了 所以對於我來講 他不見得會是一個不划算的選擇 所以很多時候呢 銀行提供的就只是優惠 你還是要自己去做比較 如果你覺得OK 你就去申請 你就去使用 如果你就不OK 那你就直接透過定房網去訂 或者是官網訂 完全沒有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也沒有必要特別的去講說 這東西到底是有多爛怎樣的 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外面的集團 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當然因為這是一個有水豐厚的事業 這個頂級的卡克 他們本身就是錢很多 所以當然有很多旅遊業者 想要就是來宰這個肥羊 所以他們才會提出不一樣的優惠 所以你就看你要給誰賺 或者是你就自己用 其實完全都沒有問題 這就是自己去做功課 自己去比較就知道 那我自己比較完之後 我覺得OK 我覺得划算 我就去使用 就是這麼簡單 這是我個人出錢的大白使用心得 給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看我 到底週末跑去哪裡吃飯 你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然後我的每個禮拜五晚上 甚至有時候六日我也會加碼 然後就跑去吃飯 你就可以來看看說 寶可夢到底都怎麼用這些信用卡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的資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